日本这个现代化农业发达国家 在农业技术和威根技术上面传面领先我们 但你知道吗 他们对一些传统的农耕方式至今还保留着 比如在处理结杆方面 不仅保留着传统的焚烧方式 而且还对结杆进行商业化利用 在日本农民看来 秋收后的结杆用来焚烧还田是最科学的处理方法 结杆焚烧不仅能将地里的害虫虫卵全部烧死 而且焚烧过后留下来的草木灰是一种很好的钾肥 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种传统的农耕方式 不仅能大大减少除草进而化肥的使用 而且还能促进农作物生长得更好 当然日本农民焚烧结杆并不是胡乱的烧的 他们遵循一定的科学方法 首先将结杆按一定的间距摆成一排一排 中间留出来一定的空隙 以便焚烧的时候 蚯蚓或者其他微生物不被烧死 然后烧过之后留下来的草木灰会用微根机进行翻根 将其埋在地里进行还田 能大大提高土壤的有机肥力 除了将结杆焚烧之外 日本农民还十分注重结杆的商业利用 在新鲜县有利用结杆打造的一个艺术公园 里面所有作品都是用结杆制作的 每年开完的时候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参观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 另外在京都美山厅 当地的农民利用结杆茅草打造了百年茅武村 这里已经成为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旅游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是一种文旅结合乡村阵型的典范 不得不说日本农民对结杆的处理和商业应用还是十分到位的 他们将结杆变费为宝 不仅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而且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同时还很好地保护了传统农耕方式 他们的做法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价值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 希望我们有更多懂农村懂农业懂农民的真专家 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助力 好了我是谭谭 关注我带你开面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